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要委屈你自己吗 好不好 很多事情是突然就变了的 我一直深有感触的一句话 世界上最糟糕的感受 就是不得不去怀疑 先前那些深信不疑的东西 我觉得突然不爱了这个 这个突然 一定是有个过程的 爱 慢慢变成了不爱 然后在某一个时间点 哦 好 不爱了 什么感觉呢 嗯 大概就是 我确实想你 但我也不想委屈我自己 你总是一副不缺我的样子 你说 我怎么敢去拥抱你呢 你说呢 嗯 所以啊 比起失望 我宁愿选择 我宁愿选择孤独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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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失望太久了 我想做回我自己 不用太学心寡意 祝福就好了 亲爱的 你一定要记得 喜欢 应该是一些令人愉悦的事情 令人开心的 想到这件事 想到这个人 做事上你值得愉悦 值得温暖 值得这个世界值得 对吗 好的 再答应我一次 不要总是委屈你自己 妈妈 我 你 不要 我